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他真的体力不够 因为他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川普就常常常常嘲笑他 就说他不够活跃 很多事情就是类似躺平 那所以那时候给他取了个绰号叫Sleepy Joe 就是现在叫做Let's go Brandon 那以前他叫Sleepy Joe Sleepy就是每天都好像睡不够的那种 那事实上我也帮他讲一两句话 因为他家离华盛顿太近 对因为他是德拉瓦州 德拉瓦州大概你从华盛顿到纽约 他大概四个小时嘛 他大概正好在中间 所以那个而且那是一个美国第二小州 人口差不多才九十几万 然后大小大概六千多平方公里 还不到一万平方公里 是美国第二小州 那美国总统当然当然就是说 他的这个居住地这么近 真的是不小心开车开车就开回家 这样子 对所以可是问题 我看了这些数字以后 也有时候也太离谱了 回家回得太太勤了 不过美国的总统是这样 休假都休的蛮多的 他们还有度假中心 什么什么这个大卫营啊什么营啊 那其实川普以前在当总统的时候 那也不遑多让他休假更远 他的那个他的豪宅在佛罗里达 那他也常常回佛罗里达 所以另外他纽约也很近 不过川普为什么会得到大家特别注意 去看他这个不在办公室的时间 就是说休假休这么多 实在是因为他表现不好 所以人家就说他不够勤政 不够勤政的话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又正好坐实了 坐实了这个情况 另外一点呢 他就说 他的团队事实上里面 我想除了他之外他副总统可能也 可能矿值的日期也要去查一下 那所以就是说就拜登来讲的话 他整个这个团队 事实上是有严重的问题 好可是问及现在呢 面对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紧张情势呢 我们看到包括了美国 俄罗斯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的代表 要一起在日外谈 那么赖老师我们看到呢 两边好像态度都很强硬 我是指美国跟俄罗斯 俄罗斯呢就是他绝对什么 他绝对要坚守他的底线 不退让 但是美国方面呢 也说你试试看 我可能会祭出制裁 经济制裁 所以一边美国盟邦提出 包括金融科技 甚至军事方面的制裁计划 还说如果俄国要入侵乌克兰的话 几个小时之内制裁就会生效 经济制裁科技制裁都有要准备出招 而且俄罗斯方面呢则是说 他有他的好几个诉求 希望要获得同意 现在看起来好像都还没有 但是俄罗斯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则已经特别强调了是说 对于美国到现在为止发出的讯号感到失望 怎么好像不抱以任何的希望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目前双方的拘守室都拉得很高 因为这是谈判的基本策略之一 那是ABC而已 这个还是很低级的 也不能讲低级的 就是很粗浅的谈判策略 就是我跟你要谈判之前 我刚开始把拘守室拉得很高 就是我把条件开得很高 然后慢慢来砍价 我想我们去一些这个夜市买东西的时候 那第一家通常都是棋手室最高的 他卖你一个东西的时候一百块 然后你越走走走走 走到快要过街马路了 快结束了 最后一家的时候可能就二十块 那才有议价的空间啦 对那他这个叫棋手室 那目前来讲彼此都是棋手室 不过我觉得俄国的安排是很巧妙的 俄国他是先1月10号就是今天 今天跟美国先谈在维也纳 维也纳谈了以后 那俄国人的讲话很简单 说如果今天我不是要来空口谈的 我要有结果 如果没有谈出结果 后面的谈可能就结束了 这个是一种威胁 也就是说我今天没有谈出我要的结果 那我后面的两场都不要谈 那俄国的策略是这样子 今天跟美国谈 12号跟北约就是一个不同的机构 跟北约谈 13号跟欧洲安全组织谈 所以他是分三个 但是就是把欧盟抛开 而这个里面牵涉到的最大的 其实就是欧盟 然后他就让欧盟的外交谈判的 外交的最高代表是没事做 所以欧盟的最高的代表常常说我还在耶 我在耶 哈喽 哈喽我是谁是谁 他一直在强调 因为他西班牙人 他一直在强调我在我在我在 然后因为乌克兰就在东欧嘛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他在 俄罗斯完全不理会他 其实俄罗斯的方法就是把欧盟跟北约 跟欧安组织跟美国把它孤立了 他在挑拨他们 然后所以欧盟被架空了 欧盟被架空来谈一个欧盟的事 然后再跟美国谈说谈不好 后面就不用谈了 所以用这个谈判来牵制北约 所以如果谈得好就一个一个谈 那如果谈不好就不用再谈下去了 那彼此之间的起手势都很高 那美国其实已经放出一个短线 放出一个软弱的地方出来了 也就是说美国说 因为俄国要求是在所有的 这个北约东翼的这些国家 都不准部署短中程的导弹 美国说我做不到 但是我不会在乌克兰部署 短中程的导弹 可是乌克兰不是北约的国家 那你凭什么来谈北约的问题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是谈是很奇怪的一种谈判 但是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会看最后是谁硬谁不硬 美国放出来的讯息是说 如果你一旦入侵阿富汗 我将会用 如果你入侵乌克兰 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你成为北韩 成为伊朗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所有的产品包括只要有欧洲 跟美国技术含量的所有的产品 都不准卖到俄罗斯 那你觉得做得到吗 中国大陆会甩吗 所以对中国大陆 对俄国人来讲 他其实在现在 他最需要依靠的就是中国 所领导的整个东盟的体系 还有领导的上海 合作组织的体系 因为只要中国大陆不甩 美国跟欧洲 那这些国家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他们的经济制裁 其实主要的要看大陆买不买单 好 尤其像现在呢 当然美国自己本身态度 好像表现得非常的强硬 可是看到哈萨克出了问题的时候 怎么第一时间去找俄罗斯 这个美国国务卿好像不太开心 说为什么是由俄罗斯主导维和部队 阿萨克应该是自己有能力平乱的 所以就要他们说清楚 但是哈萨克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的一份子 那么吉安组织的维和部队出兵 真的有必要向美国来交代吗 好 这点大使你怎么看 这个就是美国人的一种自大 他认为就是说 很多事情这个规则由他定 那别人的区域里面 只要做了任何事情 不符合他的利益的话 他就有钱提出质疑 那可是照国际法的标准来 现在公定的国际法标准 这个集体安全组织 它是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组织 就跟北约 美国搞的北约 有人讲什么迷迷南北约 跟欧洲的那个OSE都雷同 北约也是一样 你真的那个成员有问题的话 他成员国可以一起来协助处理 那所以当开始的时候 集体安全组织 人家就说是前苏联国家 中亚国家的一个小北约组织 那里面这个集体安全组织 事实上1992就成立了 1992就成立 哈萨克从开始就创始会员国 而这个中间 他最多的曾经有九个会员国 可是中间有三个会员国 亚赛拜然 白俄勒斯 还有这个乔治亚 他们退出了 所以这个组织没有强迫性 你就是说你愿意加入你就加入 你退出你就退出 那哈萨克一直在里面 那他其实在里面有他的权利 对不对 那也有他的义务 他的权利就是说 我国内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来提出要求 请这个组织派员来怎么样 来协助我们 那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就响应了 这次也不是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 事实上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也都派了部队 所以是这个组织的响应 那我们从国际法的观点来讲 这个纯粹是这些国家 以自愿的 基于自愿加入一个集体安全的组织 那这会有发生了他的作用 所以真的很难了解 这个布林肯到底是不懂国际法呢 还是明知顾问 还是觉得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做任何事都要跟你美国报告 然后得到我美国的同意 那我研究国际法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看到国际上任何一个条约说 任何一个国家做任何事要跟美国报告 然后要得到美国同意 所以这种心态的话 如果我们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 就是标标准准的霸权心态 不讲理 不讲法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次的事情 那布林肯除了这件事情讲错以外 他还说俄罗斯军队进去就不会出来 那问题美国军队从日本撤出来了吗 从德国撤出来了吗 对不对 那他说俄罗斯军队会待很久 那我请问一下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待了几年 待了20年 那更不好的是什么事 美国这次 所以后来得到受到人家反弹 把他打得很惨 为什么 人家今天是阿沙克去邀请 这俄罗斯 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去部队进去 我想请问一下 美国去阿富汗的时候 是阿富汗邀请的吗 对 他不请自来 又不告而别 这个才是完全没有国际法的观念 所以他要人家照规则来行事 美国本身就不照规则 你怎么叫人家照规则呢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起来就变成 这个心态是傲慢 无知加上知大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特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